請出動2021海膽 隨意有請體驗活動 正式來節目 李康里台南水漁休憲體驗活動 21日頭一頓的活動 將在冠田河路比紙蓮公園流列電池 直到九月 十月 以及十月 分別在南區附近海峽 流行在南比荷蘭村 新鴨天河湖公園 以及新鴨湖北風景區頂水漁落銷營業 台南市觀光流就強調 水漁可以將加強安全 以及工業的措施 歡迎全國的朋友在咖哩期間 作為來試圖 今年比較特殊 因為防疫的期間 原本我們應該在六月份舉辦的一個活動 我們延到八月二十一號開始 那這一次會一路辦到十一月份 那這中間會有二十二天的一個活動 那再搭配呢一百二十六個梯次的一個場次 那全程呢也要跟大家報告 今年比較不一樣的是 一般來說大家水域油漆都會覺得要很輕鬆 那今年呢會拜託大家要戴上口罩 那另外呢也要保持社交距離 同時我們所有喔 我們都是採這個網路的實名制的一個報名喔 也是希望說讓民眾 能夠來有一個安心的一個 防疫的一個遊戲的一個體驗喔 那這中間我們還會搭配喔 幾個不同的場次 也會跟現地的活動做結合 包含說我們的這個葫蘆皮的同序節 我們也會跟它做結合在這個八月二十八號開始喔 那另外呢在我們的這個 德園皮的風車節的部分喔 九月份也會做一個整合喔 所以整個活動來說呢 我們是希望能夠讓民眾喔 了解到什麼樣是一個安全的一個 水域油漆的一個行為喔 台南市今年的水油漆的體驗活動 總共有126台出 市長要拿希望透過的活動 讓各人朋友了解台南市有很多適合水油漆的地方 當時也建立水油漆增加安全觀念 尤其在疫情舒緩後 在尊順風域支持下 大家可以享受水油漆的活動 隨意活動我們希望 有更多更多的好朋友 大家都能夠來體驗 畢竟台南市的寒線很長 台南市的很多水域的場域也蠻多的 也希望說大家能夠充分利用 那我們其實常常 在我們國中小的學校裡面 我們都很希望說 能夠讓同學們 能夠有機會上游泳課 能夠多接觸水 多清水 這是我們很努力希望能達成的 那也希望大家一起 來從事安全的水域活動 尤其像疫情之後慢慢解封了 我們也希望說大家可以 好好的利用這個活動 能夠一方面舒展身心 一方面一掃疫情的一買 但是防疫工作要做好 拜託各位 李康里台南水域活動 提案活動 市府委託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生班 該校團隊鼓勇豐富的 水域活動活動經驗 所拼搶的教練 都有學家的執照 歡迎市民大眾擁有 報名 提案水域活動的競力 今天是文章瑟維 裁鴻博德 今天是文章瑟維